肝病变及心窝痛案例 我今年71岁 2014年检验出高血压 就每天服用降压药 2017年开始感觉心窝痛且灼热 用手指按压时更觉疼痛难受 2020年5月15日病症加剧 医院检查后认为病情严重 需要动手术 5月25日再经另一家医院检查为肝病变 超声波报告单 因为女儿学习过原始点 我没有在医院接受治疗 于5月31日直接到原始点中心调理 调理前症状 一 心窝痛 灼热 二 高血压 忘记服药就头晕 三 左小腿外侧坐时感觉胀痛 四 视力模糊 五 睡觉打呼噜 调理要点 一 内热源 一 50克干浆片加15克红参须 熬煮成浓浆参汤饮用 二 外热源 白天用红豆袋 出门运动时局部用暖贴 睡觉时用电热毯 长时间温敷20个小时以上 三 饮食以温热速食为主 借水果及寒凉饮食 烹饪时多加姜 辣椒等热性调味品 四 运动 开始以平走散步为主 慢慢增加爬斜坡爬楼梯 五 将水洗眼 六 按推 每天按推一次 调理第一天 按推后心窝痛 灼热症状缓解八成 调理第六天 心窝痛解除 即使用手按压也不绝痛 调理第十四天 所有症状完全改善 降压药减少三分之一 没有不适感 调理第二十天 体力好转 可运动两小时以上 轻松环绕中心散步 爬斜坡八趟 不绝劳累 胃口好 睡眠一加 决定逐步把降压药停掉 经过二十天的调理 心窝痛和灼热感完全消失 减少降压药后 没有不舒服的现象 左小腿外侧疼痛感 改善大半 只是有些危障 视力清晰 睡觉也不打呼噜了 原始点的方法真好 不打承 不吃药 帮保佑健康 回去后 要把原始点的保健方法 落实到生活中 自己收入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收入 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 感恩工业中心的创始来 和所有的应用 老师们的无私关怀帮助 感恩医学 感恩医师研发原始点